1969年5月8日,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在黑龙江虎林至密山的公路上,庆树宝正开着一辆拖拉机给公社送货,突然发现在前方不远处有一人挥手示意,看样子是想要搭车,庆树宝平时就非常热心,此时看到有人在深夜中搭车便好心让这人上了车。 在看到此人的第一眼时,庆树宝就感觉十分面熟,很像当年的恶霸地主窦顺人的儿子窦祥松。 在聊天过程中,庆树宝更是觉得此人行径十分可疑,所以在此人下车后即刻前往当地公安局报案。 后经调查,不仅确定其身份,还顺藤摸瓜查出此人是苏联派到中国的汉奸,在他的背包里面还发现了两枚高爆燃烧弹,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炸毁T62坦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国的恶霸地主怎么会成为苏联的特务?他又为什么要来中国炸毁T62坦克? 窦祥松是怎么暴露的?感兴趣的老铁们可以在弹幕打上想知道,精彩马上为您揭晓。 窦祥松出生于黑龙江湖林县,他的父亲窦顺人是当地有名的恶霸地主,欺压鱼肉百姓,欺男霸女,无恶不作。 当地的老百姓对他早就恨之入骨,但碍于窦顺人的势力,百姓都是敢怒不敢言。 好在八路军进入东北之后,在我军与当地人民群众的努力下,窦顺人被法院判决死刑。 窦顺人行刑那天,虎林县的老百姓无补欢呼雀跃,感叹终于脱离了苦海。 窦顺人去世后,他的儿子窦祥松继承了家业,本以为有他父亲这样的前车之鉴,窦祥松会追求上进,谁知他还是和以往一样,吃喝嫖赌,无所事事,很快就把窦顺人留下的家业给花得一干二净,变得一贫如洗。 花光家业的窦祥松也不想着如何自食其力,开始干一些鸡鸣狗盗之事,甚至还潜入别人家中调戏良家妇女。 后来,受害人到公安局报案,窦祥松被警方抓捕并处以三年的有期徒刑。 1961年,窦祥松行满释放,但是他依然不知悔改,不愿意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财富,到处小偷小摸,蹭吃蹭喝。 当地的质保干部张继英是一位热心肠的好干部,当他看到窦祥松年纪轻轻,总是干这些违法犯罪的事情,心里面很是为他着急,多次劝说他能够改邪归正, 并让他在大会上做检讨,接受评判,想以此来让窦祥松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但是窦祥松却觉得张继英此举是在针对他,故意让他在众人面前难堪,所以便对张继英怀恨在心。 1967年5月的一个晚上,天上下起了飘泼大雨,窦祥松趁着夜色手持尖刀来到了张继英的家中,趁其不备将张继英夫妇残忍杀害,之后便逃之夭夭。 其实窦祥松之所以敢杀人,是因为他早就想好了退路,当时中苏两国交恶,黑龙江虎林县正处于中苏边界区域,窦祥松计划杀人之后就越境逃到苏联,申请苏联的保护,这样我国就拿他没有办法了。 窦祥松到了苏联之后,将自己与中国的仇恨,还有自己背负着两条人命的事情,全部都一股脑说了出来。 随后窦祥松就在克格勃的邀请下,加入了苏联的特务学校,专门学习怎样做一名合格的特务。 窦祥松对苏联感恩戴德,认为苏联接纳了他,事实上,克格勃只是将他当作一枚棋子,留待他日可以利用。 不久之后,克格勃到学校挑选到中国执行任务的汉奸时,窦祥松自告奋勇地报名了,因为窦祥松知道自己身上背了两条人命,他已经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上,中国人民是不可能原谅他的。 因此,他想在苏联立功,在苏联站稳脚跟。 克格勃的一名军官对窦祥松说,这次行动的目的就是前往黑龙江湖临线,将中国军方手中的一辆T-62坦克秘密进行爆破。 同时,军官还向窦祥松许诺,只要他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就给他在莫斯科置办一处房产,再给他找一位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做老婆,窦祥松听了后大喜过望,立刻点头同意前往中国黑龙江。 说起T-62坦克,它是当时苏联乃至全世界最先进,防弹性能最好的坦克,素有坦克之王之称,射程更远更精准,稳定性也很强,可以在行动中快速瞄准目标并且击中,可以说是苏方的秘密武器。 但是它怎么会落到我国手中呢?这还要从珍宝岛说起。 珍宝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但是架不住苏联脸皮厚,总是罔顾历史,疯狂叫嚣珍宝岛属于他们,这简直就是胡扯。 加上1960年前后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长期在中苏边境对中国进行侵扰,试图对中国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两国之间的边境地带也就一直纷争不断。 据统计,从1964年到1969年这五年期间,苏联主动挑起的争端就有四千多起,可见苏联的司马昭之心。 1969年初,毛主席猜到苏联军方不久之后,肯定会再次侵犯我国领土,于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我国在珍宝岛附近加强了攻势,又抽掉了三个侦察链在珍宝岛集结,严阵以待。 果然在3月2日一早,苏联四辆军车分别从珍宝岛上游的夏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库列比亚科伊内直冲着我国境内袭来,苏联此次出动70余人,突袭我国边防部队的巡逻人员,打死打伤共计6人。 我军边防战士悲愤反击,打死打伤苏军30余人,将入侵的苏军赶出了珍宝岛。 但苏方并没有因此善罢甘休,3月15日,他们再次卷土重来,连续三次出动了5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步兵100余人,其中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T-62。 苏军在直升机的掩护下对着中国境内就是一阵猛烈攻击。 我军也毫不示弱,顶着猛烈的炮火进行反击,凭借着出色的战略部署顶住了无数次炮火,大大挫败了苏方将士的锐气。 16日,苏方填补支持,再次出动6辆T-62坦克和5辆装甲车在黑夜中突袭,从乌苏里江上悄悄地向我郭境内进发。 虽说苏方出动了先进的T-62坦克,但我军也不是毫无应对之法,我军的反旅带地雷正是T-62坦克的克星。 反旅带地雷的使用方法就是将它埋在坦克行进的路上,只要坦克经过就可以炸毁坦克的旅带,让它无法前行。 当时虽说是三月份,但乌苏里江还是天寒地冻,江面上更是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那么如何将地雷在苏军的眼皮子底下放置在冰面上,对于我军来说是个很大的难题。 我军将士们认真观察冰面上的情况,发现虽然冰面光滑透亮,不容易隐藏,但是在冰面上有很多自然形成的无规律的小雪堆。 将士们就突发奇想,觉得将地雷用白色的布套包裹起来,与小雪堆混在一起,就可以混淆视听,杀敌于无形之中。 不得不佩服我军将士的智慧,趁着夜色,我军按照计划将套着白布套的地雷悄悄地放置在坦克行进的途中,根本看不出来哪些是雪堆,哪些是地雷。 不久之后,苏方的T-62坦克就从江面上神气十足地向我军行进,不一会儿便压到了我方事先部署的地雷,砰的一声,一辆T-62坦克的履带处冒起了黑烟,当即就停滞不前了。 苏方这才明白我军在此已经设下了陷阱,就等着他们自投罗网,苏方的其他坦克健壮根本不敢再继续行进,只能掉头落荒而逃。 而这台履带被炸毁的T-62坦克就留在了我国境内,苏联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如坠冰枯,他立刻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苏联最高领导人伯列日涅夫,伯列日涅夫也是十分震惊,随后对着格列奇科就破口大骂。 原来苏联的坦克T-62虽然被地雷炸了,但除了履带被炸毁,其余的地方都还是完好无损的,如果我国将坦克T-62运回去加以研究,对于我国的军事方面的研究是百利而无一害的,要知道我国虽然在军事研究方面起步晚,但我国的学习能力和进步的速度那可是非常惊人的,所以苏联方面非常害怕我国研究它的T-62坦克。 周总理在得知了这个消息后,洗上煤烧,立刻下令一定要将这辆坦克给拖回来。 对于这辆坦克,周总理考虑得更加长远,周总理认为这辆坦克不仅有军事价值,更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辆坦克正是苏联侵犯我国边境的罪证。 但苏军不会就此作罢,他们也接到上级的命令,一定要阻止我军将T-62坦克拖走,为此就算是将这辆坦克炸毁也在所不惜。 就这样,中苏双方为了争夺这辆T-62坦克开展了一场殊死搏斗,那么谁能夺得最终的胜利呢? 17日凌晨,苏军再次出动,想要拖回在兵面上的坦克,但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他们无法得逞,于是他们决定实行第二计划,将T-62坦克就地损毁。 他们利用重型炮火对着自家的坦克猛打,结果最终坦克没有销毁,反而坠入了无苏里江。 苏军见状松了一口气,还以为此次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 但我军综合考虑到T-62的价值,迅速成立了坦克打捞小组,准备潜入江底将坦克捞上来。 这项工作极其困难,先不说无苏里江区域天寒地动,就连这辆T-62坦克都重达30多吨,单靠人力肯定是不行的。 为此,我军连夜从哈尔滨找来了三个大型的牵引脚盘,随后还从海军旅顺基地找来了两位经验丰富的潜水员。 我军全方位部署好之后便开始进行打捞工作。 此时的苏军隔岸关火,发现我军并没有放弃争夺T-62坦克,心中顿时大惊,立刻对着坦克下落的位置进行炮火攻击。 我军的打捞工作就更难了。 冒着敌人的炮火,我军两位潜水员不畏严寒潜入冰冷的江水中试图将牵引钢索固定在坦克上。 但接连两次都是无功而返,直到第三次才将钢索固定好。 这时,苏军的炮火就更加猛烈了,我军根本无法启动牵引脚盘,只能先躲起来等炮火停止才能操作。 不料刚刚拴好的钢索被敌人的炮火给炸断了,潜水员又得重新下水固定。 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天,我军才将这辆坦克拖到岸边。 随后,等待多时的坦克牵引车立刻将坦克拖到了我军营地。 周总理得知这件事情之后,直夸我军边防将士做得好,立下了大功。 随后中央军委下达命令,要求立即将替六二坦克运回北京。 此时的苏方依然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他们决定在我军运输过程中将替六二坦克炸毁在路上, 而窦翔松正是苏方派出来执行爆破任务的人。 5月8日深夜,窦翔松在克格勃的掩护之下,从珍宝岛附近的江面上穿过去, 再从密林小道上岸潜入了我国境内。 按照苏方的设想,窦翔松带着两枚烈性炸弹,潜伏在运送T62坦克的必经之路上, 等待着运输队伍的到来,然后再用炸弹将坦克炸毁。 然而,苏方没想到的是窦翔松刚到虎林,就被一拖拉机司机扭送到了公安局。 本来窦翔松是完全可以安全到达指定地点的,但是窦翔松经过一日的奔波身心俱疲。 这天深夜,他看见路上有辆拖拉机正在行进,窦翔松实在是走不动了, 就想着反正开拖拉机的人都是农民,不用担心什么安全,可以搭个便车,这样速度也能快点。 就这样窦翔松坐上了拖拉机,而拖拉机的司机正是庆数宝。 窦翔松一上车就掏出了一包大钱门,然后递给庆数宝,庆数宝抬头瞧了瞧窦翔松, 在月光下虽然瞧不真切,但竟然觉得有些面熟,便问窦翔松是哪里人, 窦翔松表示自己本就是东北人,在外地刚回来。 虽然窦翔松对庆数宝表现得极为热情,说着一口地道的东北话, 但是庆数宝始终觉得有些不对劲,特别是他那张有些熟悉的大脸。 庆数宝一路上都在思考到底在哪里见过他,突然一个人的模样出现在庆数宝的脑海里, 正是当年在虎林县无恶不作的大地主窦顺人。 当年庆数宝被养家糊口,给窦顺人的三姨太做司机, 一次给三姨太开车门的时候,不小心夹到了他的裙子, 便被窦顺人叫手下打了一顿后,还绑在树上任其自生自灭, 幸好之后被好心的过路人救下来,才捡回了一条性命。 尽管窦顺人在不久之后就被判处死刑了, 但窦顺人那张凶神恶煞的脸却始终留在庆数宝的脑海里。 如今庆数宝看到一张和窦顺人极其相似的脸, 心中就有了猜想,车上的这位莫不是窦顺人的儿子窦翔松。 庆数宝很久之前就听说窦翔松在杀人之后逃走了, 至今都没有回来,想到这里,庆数宝心中未免有些紧张, 差点握不住方向盘。 庆数宝深呼了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 随后还是有一搭没一搭地与窦翔松闲聊。 等到了目的地之后,天爷已经大亮了, 窦翔松下车之后非常大方地掏出十元纸币递给了庆数宝。 庆数宝此时刚好抬起头认真地看着眼前的这个人, 更觉得此人就是杀人犯窦翔松。 再加上窦翔松出手阔绰,肯定不是一般人, 庆数宝就更加怀疑窦翔松的身份。 窦翔松走后,庆数宝立刻到最近的公安局报案, 随后警方根据庆数宝的线索, 在当地的一家小旅馆将窦翔松抓捕归案。 本来所有人都认为抓获的只是一个杀人犯, 没想到经过层层审问之后, 窦翔松竟是克格勃的特务, 此行正是要炸毁我军缴获的T-62坦克。 同年9月,窦翔松杀人罪与间谍罪两罪并罚, 在哈尔滨被就地正法, 苏联想要炸毁T-62的想法, 也被我国彻底扼杀在摇篮里。 T-62坦克被运回北京之后, 科研人员们如获至宝, 对其进行研究分析, 大大加快了, 我国69式坦克的研制进程, 如今, 这辆T-62坦克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物, 存放在军事博物馆, 象征着我国反抗斗争的光辉历史, 也时刻提醒我们不忘历史, 同时也告诫全世界, 中国的领土永远不容侵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